兄弟你号站这干啥呀 你不要送直播间的兄弟 号码色马上卖了 大概看能耗值多少钱 哥这个事干不了 你看 你天的双篮子 你天的双篮子 愤怒特技 超级挽留机制 价值15万的林波城要卖号 两亿鉴定腰带 竟出现超级挽留机制 直接炸出愤怒双篮子 号码色马上卖了 大概看能耗值多少钱 哥这个事干不了 这个事干不了 我可以帮你看空号 行吗 装备你自己去对比 给你看一下空号能值多少钱 给你个建议 空号的话 我们的容错率会很低 因为我们有藏宝格的 近期成交的最低价 作为一个数据的参考 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保底价格 是先可以给你写上 你化生9 65,000 如果有其他能加分的选项 可以再加分 这人修满 辅助技能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还是不错的 融会贯通能加个3000 施法特效 施法特效有个比翼飞 比翼飞 融会贯通已经满了 施法特效就少加一点 加个500 有地争 这地争是真的 16000 再加16000 基础价格81000 813500 然后这些 九尾兵户已经加过了 然后这个地争 大概能加上一个15000 地争是寻雄冠军 寻雄 冠军获得的永久降锐 比平时现实得的 那个一是要大 二是他是永久 这号神器可能也是满的 四个通展性能 召唤兽12格子 两个加1000就好了 神器112 牛逼 这种号底子 45000 锦衣青蛙丝 带了很多其他 其他的基本上也不用加 然后再看一下经验吧 经验要是整个1500亿的 还得再加钱 802亿 802亿加不了多少 2000 1641 一般的水平 还有青色ID 还能再加3000 这空号这么强呢 再加3000 大概是一个15 左右 股价15万 成交价5万 这个号如果说 现在10万块钱的话 直播间应该能卖出去 54万 鉴定点啥呢 刚才鉴定130腰带 没出愤怒 出俩暴怒 能忍吗 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说这种号 就具备吸血训 就好卖 就有一位老板心血来潮 就需要打帮烂 底子啥都选满的 用有一些别人没有的 让队友羡慕 去雪山 打PK有牌面的那种 所以这种号好卖的 不过两脚兽罢了 什么 你也看印尼的老铁 又抓到了悟空 你看 逆天的双篮子 逆天的双篮子 愤怒特技 我就知道我行 刚才给内科号 鉴定愤怒腰带的时候 鉴定暴怒腰带的时候 我就说今天的愤怒 他必须得出点东西 太牛了 两亿游戏币 老板说爱啥啥 随便玩 你他妈就别当钱花 我心生 那就接着干腰带吧 出了一个腰带 先出了一个愤怒的成就 再弹出一个金刚怒目 这你还不懂吗 保底愤怒金刚怒目啊 哎呀 舒服 剩下的五个腰带 我不鉴定了 超级挽留机制 本来想卖号 这回不用卖了 你给他说 我是愤怒刘云 永不磨损 珍宝的腰带 鉴定者 兄弟啊 你他妈真会要画面 本来 这腰带是我出的 你这么一说 就好像是你的号评好 狗上来点 也能出愤怒特技 你说你这小子 你是不是卖号 因为你得 区内不合群呢 卧槽 re spy 愤怒刘云 就已经是一个 70W的东西了 再加上一个永不磨损 珍宝啊 就算了啊 有人说腰带能值多少钱 这腰带我跟你讲 愤怒特技 金刚木木 比水清 差一点啊 比刘云凝质差一点 啊 跟破甲 我觉得倒是不相上下啊 所以说 它的价格 应该是不可能低于三万的 藏宝阁最便宜的话 是13段宝石啊 13段宝石点好套子的话 摆四万八 也就是白板的话 确实是一个三万家啊 我出腰带四拦子的时候 刚出无级别分动150的 我就幻想无级别分动惊情 结果出了个这个 那你这幻想 也没啥用啊 你他妈给白日做梦 说的轻心作俗 你他妈出了就是牛逼 不出就是S波啊 是不是实话